Hello, 我们今天继续讲 Artboard画板的导出 在讲导出之前呢 现在这边有三块Artboard 然后这边教大家一个小技巧 就是在Illustrator里面 如果你需要两个Object对齐的话 你要选择画板 再选择这个物件 你才能对齐,对不对 但是在Sketch的话 非常简单 你只要点击这个 然后居中 它就居中了 点击你的物件 居中 它就面对着画板居中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Handy 非常有用的一个 非常快速的一个小技巧 我觉得大家可以知道一下 就是在右边上面这一条 一个对齐居中 上对齐下对齐均匀分布的 一个对齐标志 我觉得这很酷 那好了 我们就言归正传 讲那个 Export 导出 我们现在这里有三块画板 第一个导出方式是走到菜单来 就是在这个界面外面的菜单来 File 就是导出 导出的时候这边会有一个导出slice 这个slice是切片 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你可以全部导出 你也可以选择画板一导出 画板二导出 画板三导出 然后因为我们导出的文件是png 所以它基本上后面是透明的 基本上我们导出的是一个切片 这是导出的第一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呢 当我们选择Airboard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右边有导出的预览图 这边有一个background color 背景颜色的选择 因为是png 所以它是透明的背景图层 当你选择点击的时候 你把它选上的时候 这里是把背景图层 include in export 你可以在上面选颜色 我如果选的黄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我还可以在背景上选颜色 导出的时候就会这样子 你选的是画板的颜色 灰色之类的 如果你想全部一起导出的时候 点击画板一 按住shift 点击画板二 画板三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有三个画板要导出 在导出的最下一栏 大家可以看到 你可以根据尺寸的一倍导出 format图形有png就是图层 有jpeg 有tif 有pdf eps实量和svg实量 那epspdf和svg的话 它最下面一个 就是全部都是实量图 那这个实量图的话 你什么时候用呢 比如说当你设置了一个 icon图标啊 然后之类的 你都可以用这些 然后这个svg和eps 都是illustrator可以打开的 pdf也是 非常酷 基本上我们都是有png 就是没有压缩过的一个图层 来做导出 那png唯一的问题就是 它会有背景check 所以当你全部取消的时候 它是透明的 你也可以一一一选择 如果你选的话 这是我刚刚选的那个颜色 然后这块白的话 它就是导出白色的 你也可以设定任何的灰色 或者是其他颜色都可以 然后这边有个分享键 分享键你可以分享到邮件 airdrop 或者各种social media 然后也可以message 就是也可以到你的photos 都去note也可以 这是一个分享的一个途径 然后这些都全选择好了之后 你就可以export upboard 就是画板的导出 点击之后 我们可以选择桌面 然后如果点击save for web的话 就是为网页做图片储存的话 它是一个压缩型optimize 就是优化的一个这样一个过程 那这样的图片会小一些 在engineer工作的时候 那就省了他们的一个步骤 但是很多人这个save for web 点了之后 还是会去另外的网站 做optimize 所以还是很酷的 这个作用大家都知道吧 就是为了压缩图片 然后在不失分辨率 精度的时候压缩图片 然后让你这个图片下载 load的时间更快一些 然后你点击导 你选择了最终路径之后 点击导出 导出就完成了 我导出的图片就在桌面上了 所以给大家看一下 我导出的图片就在桌面上 然后这个桌面的名字 画板的名字都是根据你在里面的画板 123这样子来定义的 那我们回来看 如果我画板我不需要它的默认名字123 你双击这个画板 你可以点击比如说我需要这个是画板 我不要画板我这个是比如说主页 然后我这个是搜索页面 搜索 然后第三个画板可以叫 比如说details page 那种啊 或者是分享界面也可以 social share之类的 你可以把这些Rboard的名字都改掉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Rboard 我zoom in给大家看 它的Rboard的名字就是改掉的 那你当你在导出的时候 它会根据这个名字来分布 所以啊 这个就是基本上export导出的一个 画板的一个信息 希望对大家有用 就这样 感谢观看